大家好,我是罗宏,冬至节快到了 今天咱们就来煮一份轰轰烈烈的汤圆盛宴 首先来做坚果巧克力馅 将炒熟的花生200克,核桃100克 葵花纸50克,打碎 倒到大碗里 另取一个小碗,放巧克力酱100克 糖浆100克,清水50克,加热融化 与坚果粉拌匀在一起 汤圆馅就调好了 如果要做流心的话,还要加油和水 然后分割成6克一个的小球 放在冰箱里冻印,方便包馅 这是昨天煮熟的红薯 有150克压成梨 加入400克的糯米粉 红薯的量最好不要超过糯米粉的二分之一 否则口感会过于面糊 然后倒入开水,用量大约是200毫升 一点点的加 活成这种干爽的面团 现在面团有一定的延展性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,包起来可能会有一点困难 可以取一小块面团,越是总面团重量的5% 将其煮熟 我是用微波炉加热的 然后揉进面团中 刚开始的时候或许有点粘锁 慢慢的就光滑圆域了 如果太粘,可以稍许撒淀粉 现在面团就可以拉长了 包的时候就不容易散开 将面团分成14克一个的小剂子 在手心里先戳光滑 然后用大拇指按一个窝 放一个馅料小球,用虎口裂合 再滚圆,一个汤圆就包好了 水开下汤圆,晃一晃防止接底 用中火煮 煮开后点点水 再次煮开,汤圆就熟了 先往碗里舀几勺丝红汤 做法再上一个视频 然后再来一勺米酒 再舀几个汤圆,再碗里 一碗超级丰盛的汤圆就完成了 十多种材料组合在一起 美味,营养,又有盐子 如果你也喜欢 一圈三连,点赞收藏下来试试吧 我是罗洪,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